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668章 场中 总有人都在看着呢 名叫神机的老者 神机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消耗不小 就在这时 他突然双手截了一个手印 然后朝面前轻轻一印 天地万发 寻踪 声音落下 他面前空间突然间剧烈一颤 紧接着 他面前空间突然出现一片画面 这里是一片茫茫星空 在茫茫星空之中 四周寂静无声 唯有点点星光闪烁 但是很快 在视线的尽头出现一名身着索裙的女子 女子穿着索裙 长发皮肩 尾部被一根紫色丝带系着 她就那么朝着远处星空走去 所有人都在看着那索裙女子 叶玄也在看着索裙女子 当看到索裙女子时 叶玄顿时有些兴奋起来 真的是她 塔内 第五层 阿玉和严家以及叶玄 也在看着那名索裙女子 阿玉看着索裙女子 眼神不知何时已变得极其凝重 是她 严家眼中也是无比凝重 她还在思维 索裙女子 对于这个人 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怎么陌生 因为当初这个塔 带他们与那三人大战时 他们见过索裙女子 那三人的实力 简直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 而这三人的脾气 除了身着云白色长袍的剑修之外 这素裙女子和那青山男子 可以说是暴躁无比 特别是这素裙女子 脾气很不稳定 这时 阿玉突然说 要出事了 严家点头 出大事 一旁 叶玲有些好奇地说 阿玉姐姐 那素裙姐姐很厉害吗 阿玉点头 很厉害 叶玲眨了眨眼睛 比我哥还厉害吗 阿玉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你觉得你哥哥很厉害 叶玲点头 很厉害 我觉得 她应该能够与素裙姐姐一战吧 如果他们比谁脸皮厚的话 你哥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脸皮厚 叶玲无嘴一笑 哥哥的脸皮 倒真的是比以前厚了很多呢 说到这里 她似是想到什么 神色突然间变得有些黯然了 阿玉轻声说 怎么了 叶玲微微低头 以前在清城时 她都没怎么笑过 那个时候 她过得很苦的 阿玉轻柔了柔 叶玲的小脑袋 这时间比她苦的 一定不少 珍惜现在的一切 明白吗 叶玲点了 叶玲点了点小脑袋说 我会好好修炼 以后不会拖累哥哥 阿玉轻柔 阿玉笑着说 你的实力其实很强 就是没有杀气 你可以对哥哥 对朋友们有善心 但不能对敌人有善心 明白吗 叶玲点头 明白了 阿玉微微点头 然后看向介于塔外 塔外 那画面这种 素具女子越来越清晰 就在这时 她突然停下 转身 双眼微眯 找我 遥远的混沌宇宙星空 那神机 死死盯着素具女子 阁下可敢现身 与我等一战 素具女子冷冷看着面前 与你一战 神机冷笑说 不敢吗 素具女子嘴角微先 那是一抹猙獰的笑容 什么垃圾东西 神机冷冷一笑 我等在阁下眼中是垃圾 那阁下为何不现身一战 素具女子看了一眼 神机 最后 她目光落在叶玄身上 当看到叶玄的时候 她神色顿时变得柔和了许多 叶玄连忙招手 嗨 素具女子看着叶玄 出剑 叶玄还未反应过来 她腰间天珠剑突然飞出 一缕剑光子场中一闪而过 瞬息间 那神机还未反应过来 便直接被那一剑动传媒间 场中所有人都带住了 那来自玄黄大世界的连小天 也是满脸不合思议 她之所以震惊 是因为素具女子本人并没有在这里 她竟然隔着无数个行蕴 借剑就斩杀了神机 而且杀得是这么轻松 那神机被一剑动传之后 双眼瞪得如同铜铃一般大 她眼中是难以置信 就在刚才 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一剑给斩杀的 那一剑她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 就这样 神机缓缓倒了下去 连小天看着素具女子 她右手缓缓紧握 而这时素具女子也看向她 连小天嘴角危险 我们嘀咕了叶玄 也有点 嘀咕了你 素具女子面无表情 有点 说着 她眼神逐渐冰冷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有多弱 连小天哈哈一笑 弱 本帅在北京虽不算是最顶尖强者 但是 也从未有人说过本帅弱 说着 她看向素具女子 来 再用你那刚才那一招 看看本帅是否能够被你斩杀 声音落下 一股强大气势突然则她体内吸卷而出 这股气势刚一出现 四周星空直接剧烈颤动起来 仿佛大地震一般 极其的害人 见到这一幕 神国等强者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这连小天的实力绝对是碾压重人 叶玄神色也是颇为凝重 在之前 她是准备动用一剑无量 斩杀着连小天的 但是现在见到连小天的实力 她没有十足把握能够将其斩杀了 不过她还受七成以上的把握 一剑无量 这门剑技可是无视境界的 当然 她自己也没有绝对把握 这门剑技是强大 但是她也不敢说就是无敌了 而之前 她准备施展一剑无量 也是准备拼死一波 不过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来自玄黄大世界的人 竟然寻找素具女子 这是她完全没有想到的 叶玄看向那素具女子 场中所有人都在看着素具女子 连小天看着素具女子 宁小说道 来呀 出剑呢 我玄黄大世界 连天都能拟 更何况你 素具女子面无表情 逆天尚有例外 逆无 绝无生机 声音落下 她并置轻轻一眼 叶玄面前 那柄天珠剑剧烈一颤 一道剑名声冲天而起 下一刻 那柄天珠剑直接斩向连小天 连小天神色争吟 她双手猛的一合 然后就是朝前一劈 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自她双手之中狠劈而下 这股力量刚一出现 四周数十万里内的空间 直接被阵裂开来 而四周众人也在这一刻连连抱腿 那股力量势不可挡 场中所有人都在看着那柄天珠剑 很快那柄天珠剑直接斩在那股力量之上 一瞬间 那股力量直接烟消云散 下一刻四周突然间就安静了下来 一柄剑直接插在连小天的眉间 场中所有人安静了下来 连小天目光呆滞 整个人失化了 索区女子看着连小天 连小天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 这怎么可能 不 不 这绝对不可能 她从未想到 自己连对方一剑都接不下 索区女子直接无视连小天 她看向了叶璇 叶璇咧嘴一笑 好久不见呢 索区女子看了叶璇许久 最后 她轻声说 实力勉强可以 叶璇顿时开心得不得了 我很努力修炼的 索区女子却是摇头 还是有些不够 叶璇点头 我知道 我会继续努力的 索区女子微微点头 她突然看向天猪剑 天猪剑颤了颤 似是有些畏惧 畏惧 叶璇沉默 她从未见过 天猪剑怕过什么 这天猪剑竟然怕 索区女子 这剑肯定是与 索区女子 有过什么关系 索区女子看着 天猪剑 倒是未曾想到 你跟了她 天猪剑微微一颤 发出一道 低沉的剑鸣声 索区女子 掌心突然弹开 一柄剑出现在她的手中 她看着手中的剑 你知道我的意思 剑微微一颤 片刻之后 她化作一道剑光飞出 不一会儿 便消失在星空尽头 叶璇突然说 你认识这把剑吗 索区女子 看了一眼天猪剑 然后说道 此剑与我的剑 这时 她眉头突然围皱 出来 声音落下 叶璇介于塔内 一柄剑突然飞出 小七的剑 小七的剑颤了颤 然后躲到叶璇的身后 比天猪剑还要怕 索区女子 看着小七的剑 面无表情 你也在 小七的剑颤了颤 更怕了 叶璇看向索区女子 她们好像很怕你 索区女子 看向叶璇 这两柄剑 与我的 还有一柄 原本是一柄剑 后面因为某些原因 分成了四柄 闻言 叶璇顿时愣住了 四柄剑 一柄 索区女子点头 嗯 她们本为一体 不过现在 各有各的剑道人生 叶璇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这四柄剑 若是合一 会怎么样呢 索区女子 看着叶璇 会变成最初 那一柄剑 叶璇连忙问她 什么剑 求败 叶璇微微一震 然后问 求败剑 索区女子点头 当年的我 使当年的他已无敌 没有任何对手 所以他取名求败 说到这里 他看向叶璇 你可以尝试一下 将他们合一 不过 只合剑 莫合灵 也就是 可以合 也可以分 他们各自 还是他们自己 叶璇问她 若是合一 会怎么样呢 苏骏女子 沉默了平刻 然后说 也许你能见到她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de 她们